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罗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梦幻联赛第20赛季的比赛 2023年这是第二个梦幻联赛 那来看一下星辰对战NT双方BOR的第一场比赛 这个是小组赛第一回合B组的最后一轮比赛 那NT对战星辰BOR第一场 战争方面NT这边是前两手搬掉了蓝猫和电阅手 拿出来的是狮王和遍体精灵 星辰拿前两手搬掉了蝙蝠骑士 搬掉了一个美毒沙 因为是对方先搬先选 所以他们选择搬掉了美毒沙 防止对手在第二手拿美毒沙 然后第三手搬人直接搬敌法 选人方面NT一手直接抢了狮王 这个版本比较强势的5号位英雄 然后呢看到了星辰前两手拿出炸弹加紫茂以后 也是果断的抢了水人 第三手星辰这边搬掉的是一个兽王 NT搬掉的是末日 这场比赛第三手直接搬末日 来保证这个水人的一个发育 NT的水人应该是交给沃森 医者沃森去使用的 这个不会出现什么太多的变化 中单的位置上需要去提防的英雄 从 这场比赛在这个中单的位置上 暴风雨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考虑他的英雄持的话 那么可能 像帕克这类英雄在这场比赛里面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精神选择先搬的是三号位 针对掉了伐木机和兽王 当然了这个伐木机呢 一部分也是可以用来去针对一下中单 NT的英雄持 伐木机 90%的概率吧 我觉得至少90%应该都是交给三号位 2B去用的 黑闲和末日两边都是在针对三号位这个点 小卫生的三号位还有一手马格纳斯 这一点看下NT要不要防 NT没有防 NT选择是扳掉了血魔 那这样的话马格纳斯是可以用的 交给三号位的话也不太用担心对方水人能够去变成马格纳斯 然后偷过多的属性过来 所以还可以接受 然后这场比赛我觉得在BP和阵容方面来说啊 星辰在最后一手可以保留一个猴子这个英雄的可能性 就像老干爹一样 老干爹最近拿猴子坑了对面的坑了对手好多场了 至少我看过的好像就两场以上了 两场或者更多 第三手星辰选择先拿了小路 下一手的话再拿三号位 第五手扳掉了滚滚 那看一下NT在中单的这个位置上 会不会选择去给暴风雨拿一个帕克之流的英雄 暴风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节奏型中单 就是他在发雨情中单比较主流的版本里面 他会打的比较难受 但如果中单是一个纯带节奏的话 那这个队伍他就会打的比较舒服一点 不过NT最近的成绩真的是不太好 NT无论是在DPC联赛上面 还是在这一届的梦幻联赛上面 他们的成绩和这一支队伍人员配置应有的实力都不是太配套 如果说DPC联赛的话是因为西游斯赛区自己太卷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好成绩 那梦幻联赛上面拿的成绩这么差 足以证明这支队伍现在对于版本的适应上面来说 可以做的是非常糟糕 拿出了一个女王 拿出一个女王加上一个发条 最后一手的选人也是NT先选 女王 女王这个英雄的话 有女王就不太适合选猴子了 因为现在女王这个英雄 他对于猴子还是有一定的限制能力的 星辰选择在第四手直接拿了个敌法 失出来 直接拿了个敌法 猴子的神星百变这个技能 他在面对女王的A杖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以驱散女王的标 但是如果是A杖女王的话 A杖出来猴的那一下还是会生效 而且是会在你神星百变结束了以后去生效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猴子在面对女王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占到什么便宜 今天这边直接给莫娜掏了一个敌法师出来 敌法加上炸弹人加紫猫加小鹿 这个阵容的控制有点略少 控制有点略少 敌法师切人要靠自己去出大云锤了 三号位的府王肯定是要搬的 因为现在明显是缺控 而且最后一手99%应该是搬马格拉斯 NT这边如果他们不搬马格拉斯的话 这个马格拉斯可能会自己选 因为他们现在也差一个三号位 除了马格拉斯之外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不错的人选 就是对于NT战队来说 就是白牛 因为现在星辰这个阵容的控制有点弱 又少又弱 果然星辰自己搬掉了马格拉斯 星辰也知道这个马格拉斯如果不搬的话 大概率要被对方选 而且对方如果拿到这个马格拉斯 其实并不比他们的阵容差 两边拿到马格拉斯的话 敌法可以有一个敌法和紫猫 可以用超强力量来去 兽娱力量来去 有一个分裂效果 加快自己的刷钱效率 加一点点攻击力 NT拿到的话 可以依靠水人超高的基础攻击力 来提供一个额外的很高的加成 最后一手搬掉的是一个剧毒术士 那看看NT的三号位准备去用谁呢 白牛是一个选择 然后现在这个版本的三号位 主流的三号位已经被搬光了 基本上已经被搬光了 还有一个三号位可以考虑是赏金猎人 但是我估计他们应该不会用这个赏金 其实这场比赛赏金是可以用的 真心是可以用的 因为你三号位拿一个赏金 然后四号位配个发条 这完全可以打 他们想要拿出来了一个风行 拿风行去打三号位 赏金这个版本也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英雄 精神最后一手拿出了一个猴子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猴子 摸来了猴子 皮球的炸弹 然后小学生的三号位敌法师 苏美奥的中单子猫 有女王在的情况下 猴子这个英雄 我觉得星辰的最后一手选人 是把自己给阴了 他这个这一手真的没有阴到对面 他真的是把自己阴了 他这场比赛拿出这样一个阵容来的话 对线就彻底崩了 没法打了 这个阴线已经 最后一手拿出来的猴子 对方这个阵容 首先并不是很怕 第二个是对线很难打 然后三号位敌法师 加上一个中单的子猫 四五号位是炸弹人 然后小路意味着没有节奏 对方这个阵容的话 因为有发条的存在 所以发条加上女王加上风行 这个节奏就是随便带 怎么带都行 他一定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发起点 而且这个发起点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越简单粗暴的东西 他的错误概率会越低 成功率会越高 所以这样比赛 从阵容来讲 我个人还是看好一些NT 不过NT最近的比赛表现 不太值得信赖 确实不太值得信赖 那让我们来看看实战发挥吧 看看实战发挥 星辰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惊喜 NT 大哥位的水人 中单暴风雨的女王 鼓鼻的风情 两边一上来 先是一波 两波一边一波 云轮盘 BO15 三十秒 阵容正面 怎么大家感觉一碰就碎 这个阵容 他最后一手 这个猴子拿的 其实就是想欺负一下对手的 这个大哥为水人 再加上全队相对而言 AOE不是太多 但是因为有女王的远步 女王现在这个依仗实在太厉害了 赏金神符又是被NT拿的一个三幅开 三幅开的话 这块欺负一下狮王 不过这两个人想杀狮王难度还是稍微有点大的 他的人一上来也是反掉了一个假眼 反掉一个假眼 小鹿这边反补掉了一个 代球 这场比赛如果说想代球牵制的话 这个阵容也是有点难的 因为敌法师如果你想代球牵制 狂战斧这个道具是个必备品 没有狂战斧的代线牵制太慢了 就是你清线的速度推线的速度不够快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代线牵制 这个紫毛和女王在第一波冰的一个互相消耗上面来看的话 两边但目前 哦拿到一个反补喔漂亮 送没有这个反补拿的非常nice 这个反补就直接让他在短时间可以形成一个二级打一级 稍微占一点点便宜 前期的对线从这个边路的对线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星辰也是很难很难很难占到便宜 小鹿加敌法这条线的话呢 靠着小鹿前期比较不错的作战能力 可能能够有一点点的这个拿到优势的机会 但是希望也是不太大 中鹿的紫毛呢 因为二级已经是用过了共用脉冲和自己的残阴两个技能 所以独标这个技能目前女王还没有加 如果她愿意加的话呢 可以加出来直接开始消耗了 不过目前从她蓝量的使用来看 是主要都在用吼来捕刀 保证自己的正骨来快速的把瓶子做出来 这块水人跟小医生的这个敌法师 两个人在下路对线的话呢 目前补刀是一样的 降游位两边拉得非常的远 上路这里莫奈拿到了吞臂风行的遗血 还杀了她的小鸡 炸弹人家猴子呢 风行遗血 只能说干得漂亮好吧 只能说干得漂亮 风行到现在为止没到二级 一级加了一个穿银剑 然后让对方直接抓住几回发条又不在 这边发条上去送死了吗 你这是 这发条什么意思啊 这是这上去自己挨一顿毒打 然后 这什么这都是什么对线呀 这是 这两个人感觉上过这两个人的对线打得好乱啊 一点套路都没有 选择大部分的选择也都是错的 这有点厉害了 现在猴子在上路的发育非常的顺啊 比想象当中的这个发育要好得多 这个风行加上发条两个人前期进攻的对系对象啊 选择的进攻对象选择的有一点问题 消耗猴子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因为这个版本的猴子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他的自贷回血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你又是一个近战的四号位 你近战的四号位发条的话 你肯定是要去谋求一个击杀的机会 而不是消耗的机会 进攻对象应该是更多的放在对方的这个炸弹人身上 而不应该去放在猴子身上 因为你这两个人击杀的话 至少要等到你最好是两个都到三级左右的等级的时候才有 那么星辰在前期开局的这个对线上 女王这里想要控服 没控到皮球把直接把盛水神服给反补了 但我还坑了女王的一个blink了 女王这个中路的资源也是要吃一些亏了 现在猴子的经济遥有领先 你拿到了一个一血在家上路的补刀呢 对方的战术错战术选择错误 对线也没打过 发条这里追着皮球 这里一关一根穿云剑 发条的齿轮框出我的皮球 有机会自爆吗 没有了 直接被翻 对你看这就对了呀 对原题来说 你前期的攻击对象肯定是要去找他的炸的人的 猴子去帮自己的队友能力是很差的 但是你如果打猴子 炸弹人帮猴子的能力是很差的 肯定是要去击杀对方的一个帮人能力强的人 风行这个风部开的还是稍微慢了一丁点 没有能够绕开这个炸弹 皮球又成功的消耗了对手一波 现在风行在上路的补刀呢 23-7 中路的女王现在多了四个反补 正不数的话两个人差不太多 下路的敌法师21-10 小路的宝人宝的也是相当的成功 不过现在这个版本 狮王没法当芒果树了 确实对于狮王宝人的一个能力有一定的削弱 还有就是星辰这场比赛对线 确实打的比NT好 英雄如果就这场比赛 英雄给一个完全误开的阵容英雄对线的话 就这场比赛的对线表现来说 NT也是被打爆的一个命 他的整体表现确实是比星辰要差太多了 这波飞生们要被单杀了 这个地方跑不掉了 这么大 上路2B也死了 漂亮 8条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是没有意识到 星辰在往中路走的位置是有眼的 他只要一离开这条上路的这条线 对方两个人就对风行动手 这样的话 猴子的经济 猴子的补刀 中路紫毛的补刀 还有下路主要师都很肥 看到孙苗一个刮杀回来 8条的这个齿轮呢 没有能够具有效的限制住紫毛 还是让孙苗重头撤过来了 让星辰开局6分钟 3比1的人头数领先 再加1000加的团队经济优势 看这里啊 给上一个刮杀 那么过来消耗一波 你往冰革回去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个人经济方面呢 猴子的经济是3400多 全场第一 摇摇领先 炸的人刺爆上来 留住这个狮王 Bitchman回头吸一口 想利用自己的墓碑 去击杀掉皮球 你别说这个皮球的血量 掉的还真是有点快 胜了一丝血啊 没有人过来再去补这个输出了 炸的人直接一个大药 克起来 这样的话 人头数来到了4比1 NT前期的这个对线 打的第一想象当中 都要差的太多了 中单的女王也被打爆了 沃森在这里 转属 开一个转属 不过好像他这个转属没蓝了 没有蓝了 就得打一下这两个小石头人 这两个小石头人没控制 小鹿这边没控制 这两个小石头人 女王直接冰个走一下 手里边一级的好 三级的毒标 加了这么高等级的毒标 哇这个女王 这块子猫过来 拉住我炸的人 刺爆 然后粘性炸弹 没粘到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位置 人不是的话是刷到了下楼 看到女王的这个大招 宿苗生了一丝血 没扛住 被狮王打死了 女王生了一点点的血量 下路是一个恢复 皮球过来给吃了 吃了以后直接被雷王打断 小鹿给上一个镖 人马踩一脚 转身 打掉对方的一个眼 可以 打掉这个眼以后 发条贴过来 不过这个发条过来以后 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突然间又有想法了 这边框住 然后狮王过来 吸一口 发条的这个输出 让对方直接原地跳舞 拿到一个人头 小鹿还想再控制人马过来 去换掉对手的一个狮王 不过没有机会了 确实是 人多数追到了3比4 星辰这两波 让对方打得稍微有点难受 这还是在发条没有到6 发条到6 配合风行和女王 去抓人的话 是那段时间 是星辰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三号位的敌把师 现在经济很不错 3400块 中单的子猫呢 现在是3000 看看这里一套技能上来 打上 那么女王直接开6 子猫应该是想叫杀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想叫杀的 你看他这个走位 明显是有想法的 这边先反补一个远程兵 看一看能不能骗你 过来又去给我放渡标 这里直接上来打一套 炸得人的自爆 没跟上去 就看到女王已经直接选择 不应该回撤了 一个残烟没拉住 这里炸的人 年轻炸弹 接自爆 打一套 女王吼一嗓子 狮王从后面包过来 吸一口 里面跟着锤两拳 子猫一个残烟 拉一下 女王过来给上竹标 再吸一口 直接带走 大的人 那么子猫 太虚之境 直接刮回去 刮回去以后皮球 这里被对方拿到一个人头 不过团队经济 现在并没有缩小 虽然人头是在扩建 但是团队经济 反而是在扩大 反而是在不断的扩大 看一下女王和子猫 又打起来了 这边女王漂亮 女王这边没拦了 这样比赛 暴风雨这个女王 打得真是有失随准 我不得不说 真是有失随准 暴风雨这个选手 他的天梯路人 就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一到了比赛里边以后 就总感觉他这个 不知道是在 反正每一场比赛 他总会有一些地方 会出问题 就是出问题的地方 不一定 好这边 石王 临死之间插个墓碑出来 子猫一个平A 直接A死 看一下这些小僵尸 还都在出来 女王过来一个好 扣这个大招 勉强算你没有空大 但是没有打到宋庙 其实这个大招 没打到宋庙 就基本相当于 一个空大了 这个地方直接拉回来 石王过来帮着灌一下瓶子 女王这里再给毒标 把对方的这个 液化骗出来 液化骗出来以后 但是没有后续的技能 再给上一个毒标 仗着现在这个毒标CD短 加了满级毒标 合着是为了这个短CD 但 这个满 哎呦 我这 满级毒标 你这又裸不出来A仗 你这么早 加个满级毒标 是为什么呀 这是打算 假腿瓶子直接裸A吗 他如果是假腿瓶子 直接裸A 他直接满级毒标 我可以接受 好吧 我完全可以接受 这边看着女王布林克走一下 然后呢 紫毛一化往后回撤 跨一个地形 狮王还在往前跟 否则过来以后 直接给上一发长矛 莫奈手里可以扭了 有个散尸 散尸第一波 敌法师也跑过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狮王被切死 女王一个布林克直接开溜 敌法师再往前找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人了 但是中路的这个伊塔可以拆 这个女王这种加点方式 不能说这个 就是不能说 他完全不能这么加点 但是这个加点 一定要建立在 有道理的一个技术上 这场比赛 他这种加点方式 唯一的作用 可能就是可以去 用第一个毒标 来让紫毛放一个一化 然后第二个毒标 还是可以打到紫毛身上 也就这点作用啊 因为你打其他人 对面都不怕毒标啊 现在 敌法师看起 黑毒标过来以后 他有皮 然后猴子有神经百变 紫毛有异化 然后还能撤退 小路可以给自己开加醒 只有炸弹人比较无奈 但是其他的人 都有解决方案 而且你这个加点 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办法 快速的去倾限 打钱能力就彻底没了 好 这里 狮王插个墓碑 女王过来去收 这个囤队员 这好一嗓子 女王赶紧拿点钱 女王这经济太惨了 实在是 真真的叫惨不忍惚 而且这个女王 似乎并不打算直接吹 她还要先去做一个励志双刀 因为属性太差了 这个女王 女王再吼一嗓子 再赶紧把这波野怪 给她清一清 经济往上 稍微追上来一点点 刚才马上就要被 对方的小路给反抄了 但是我现在能做一期 物理子猫的第一视角 那感觉很暴力 物理子猫 等这个比赛结束吧 好吧 比赛结束了 我给大家找存在 Ie're beating obe ut Dyre's Top Tower Dyre's Top Tower IeЩ dare's top tower is gone, just explain to fall out left behind me 说给啥之前DPC没有播呀 我DPC一直播呀 DPC播了呀 DPC咋没播呀 好 看看这里炸弹人 紫猫这个残烟拉住风行 这炸的人刺爆 八条的这个勾 勾住两人炸出来了一个脚线 但是好像对方的输出还是有点高 异化已经用过了 松苗的下一个探寻之境 身体马上转好 看看沃森还能追吗 这边被对方的残烟拉住 往前扔了一个残烟 不过没有拉住人 然后再变成紫猫 鼓舞卖抽猴子被秒了 这波苏妙是被中立生物给送走了 看看小学生开皮 来得及 Blink吗 来得及往前走了一下 这波水人再波浪形态上去 完成三杀 呃 敌法师选择出的装备是 甲腿先锋盾 然后散尸来增强自己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沃森的水人啊 这个水人有点厉害呀 还是甲腿单刀加一个猎鹰战刃 然后直接推 这波的那里有点亏 不过还好 还好 紫猫没有让对方拿到钱 紫猫是被中立生物击杀的 这里中落 紫猫加上战的人 两个人带走了 飞食饭的狮王 这波直接是让水人的经济和风行两个人的经济都反超上来了 风行的装备呢走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呃比较标准的一个出装 但是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半大的出装 迪法师肯定是可以追死他的 但是他选择放弃了 追死他的话一定是能追死 但是成本有点高 而且他怕对方支援过来反杀自己 又不舍得对着对方的一个八条放大 在这里一个捆鹿 水人波浪的形态上来 两个平A 三个平A 再拿一个波波卡小鹿的人头 呃 波波卡的小鹿 这波走的位置比较靠前有一点点 这波这个位置不能说有太大的问题 但确实有一点靠前 女王的经济现在是5750多 那么对线的征端对方的紫猫 送料的紫猫有7400 三号位迪法师 就是从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啊 呃 我个人推荐 就如果是这种局 对方没有美毒杀的话 呃 散尸可以不要 可以把这个散尸直接换成晕锤 就是走最最最古老的那种 呃 先锋盾晕锤的迪法师 那种迪法师 他在团战的时候 他的这个晕锤这个道具啊 属于是一个 让对手很头疼的一个道具 波森这边直接选择一张TP开溜 猴子贴过来以后 把这个水的蓝给他打光了 但是对方已经提前开启了TP 就这场比赛出散尸的话 也是有用的 但是散尸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可以配合迪法师的一技能 来快速让对方的蓝量打光 然后再加上一个减速 但是问题也很明显 就是对方的蓝一旦被打光了以后 这个迪法师就是一点输出都没了 就完全没有输出的一个状态 他的思路可能是想要快速打光对方水人的蓝 不让他开技能转使毒 或者是针对对手的这个女王 来寻找一个大招去秒杀的机会 也可以 就是没有问题这个出发 没有问题 现在团队经济方面两边在拉锯 猴子的经济和水人的经济齐头并进 死猫的经济追上了很多 但是对方女王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速度起来了 然后是高等级的猴友了以后 他的刷钱效率明显就上了 女王这边要直接出A1了 他出完会光以后并没有去做这个散会对剑 也就是立直双刀 准备是直接去回帐 这边看到了对手的人了吗 没有 这里插了一个眼 看到了紫猫 这个时候紫猫扔了一个残阴了 进来拉到了这一个沃森的水人 水人的血量很低了 敌发尸往下不定格了一下 发条这个勾中炸的人 但是被雷炸了一下 里面的仿住 皮球能秒掉吗 紫猫过来直接拉住水人 水人要被秒 水人变成敌发尸不定格走了 发条反而被杀掉 这一波可以的 而且尸王是在远端 这边双下临死之前 打一个对方的小鸡没有成功 水人这个状态太残了呀 这波打的 这样的话 白白给了星辰一个肉山 漂亮 白送两个酱油 加帮对方把肉山 打掉了一半多的血量 这个肉山选择 直接走传送门上班去了 走上班去了的话 这个肉山 过来撞一圈 撞一圈以后 对方应该是不敢来了 还是可以接着打 还是可以接着打 这波真的是转大了 这波太转了 这一波至少是能赚到两三千的团队经济 加上一大堆一的经验还能拿一个盾 NT在团战的时候整体的配合是一个完全没有配合 他们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配合的一个配合 八条已经一马当天冲上去了 狮王却绕后了 结果三个大哥水人的状态太差了 他完全没有多转一点属性出来 然后提前准备看 好开团 女王也是不敢上 女王如果不令他进去的话 被对方的这个敌法师加猴子一贴身 瞬间就空来 所以他上去就回不来 所以呢 就是NT这个团战的配合 他们等于之前一直就没有说好 或者说他们的指挥 其实是没有想好这个团怎么接的 现在领先着三天家的一个团队经纪 那么沃森的水人 看一看这个沃森的水人 下一波 现在现在已经有雷杖 下一个装备做BGM 不过这场比赛的难点 就是对于星辰来说的 比赛整体比较艰难的时间段还没有到 因为对方的核心装还没有出 而星辰的核心装都已经做到了 每一个人的核心装都已经做到了 看一下女王的天赋 给一点力量 这五级天赋应该选择加右侧吧 你这抽A仗肯定要加右侧的吧 哎小级被打死了 哈哈哈哈 A仗的小级被打死了 这就尴尬了呀 拿不到这个A仗 然后还开了一波雾 但你女王没有A 你跑出来打这波团 岂不是把自己的队伍做报告 水人应该是变猴子 这个时候水人变猴子的收益 应该是最高的相对而言 看看这块发条 一个勾勾勾中两个 女王一个大招直接轰上去 皮球被秒 但是水人被缴械了 水人被缴械以后 看一下这里 水人果然是选择变了猴子 正面战场 这个位置紫猫切到后边过来 第一时间没有打死对手 然后过来开始切突壁的风行 猴子一直在被水人变得自己在追 这根沃森的猴子 沃森的这个水人变得猴子 回来 开始去找这个敌法师 看一下这里给上一个长矛 弹一下 然后再变回水人 打一套突突 再变成猴子 开始切苏妙的子猫 苏妙的子猫 这里给上一个残阴 发条帮的挡 然后再神经摆变过来 苏妙被带走了 转身再去找正面战场 对方其他人的时候 这根水人的变身 时间应该快到了 想往回撤 能撤的回去吗 发条的这个尺尔递出来 尺尔波浪形态一张TPS 敌法师上篮 打空篮 但是敌法师没有大了 还是让对方的尺尔 成功的回到了家里边 女王这波团战 也是被对方直接切死 炸弹人和子猫两个人 和对方的女王 尸王打了一个二和二 但是这种二和二 对于NT来说是NT血转 就算这个二塔给你了 都是NT血转 因为刚才这一波是 女王没有拿到A 她的小鸡拿的那个精气球 还没有运到手 被对方给打掉了 下一波团战 女王有A了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比如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BKB A让出来了以后 这个幻象 战斗力是真的有点太强了 猴子再出分身斧 肉山盾 还有不到一分钟 死猫手里的装备 再准备出兵 也把尸多了一个分身 装下一个装备就大晕 小鹿是推推 看来这里 直接丢一个长猫过来 女王BK走一下 那么 这个时候水人的A帐 大招的CD已经赚好了 两边开始在这 互相的乱生技能了 值得 我们先这个实践 带来 时间 点击 他们 我们when 置 我们就近 在这 我们 我们 火森的水人目前大招已经进CD了 但是肉山盾也消了 肉山盾消了以后看一下风行这里会被对方抓到吗 没有能够蹲到 这块的魔方还没有人打 现在魔精的情况是发条手里有一个 A杖的话水人女王和猴子三个人都有A 其他人都没有魔精 也就是说NT的发条这个魔精呢 是刚才打肉山给的 打魔方给的 不是打肉山 打魔方给的 扛供仙风盾这个发条 猴子这边不选择出分身了 选择先做了一个林肯 来解决一下对方女王辩子 这个对方水人辩自己的这个问题 有一些用 有一些用的还是 对方这个阵容破林肯比较好用的应该就是狮王的试魂了吧 其他的技能好像距离都稍微有点远 都不够远 都不够远 女王A杖出了以后呢下一个装备准备把励志双刀补出来 然后做兵甲 励志双刀加兵甲加上A杖 这个对于打猴子而言已经是很好的一套装备了 其实打现在星辰的这个阵容的话 女王完全可以考虑个绿杖 绿杖也挺好的 现在星辰在运营方面已经是碾压了对手 经济方面领先到了7000架 这么长时间没有打什么太多的架呢 经济直接是把对方给刷了 拉开了7000架的一个差距 对方现在只有水人的经济还可以 女王的经济和风情的经济现在都已经掉了 比法师在等自己的大晕 距离大晕锤还差一些 身身伞尸大晕 他只要能够把女王秒了 这个团战就好打得多 不过星辰的这个阵容面对NT 之前因为打树立波团嘛 打树立波团以后 现在他们还是在想谋求一个等盾 打树立波团以后 这个等盾的过程的话略长 肉山刷新时间还有20秒 然后呢 距离这个白天还有一分钟 天灰就能扫描了一下 扫到了对方在肉山这个区域是有人的 但是他们现在这些人所在的位置又并不太适合直接过来 估计可能还是要等八条的照明火箭 再一个照明火箭还有两秒钟 看看要不要直接往这照一发 女王和狮王在这个传送门这等着 然后呢 这块是埋了四颗雷 这四颗雷有点厉害 这里照明火箭看到了肉山刷新了 但是肉山并没有人在打 而且从剩余时间来看的话呢 对方应该是不能在剩余时间里面把肉山打掉的 所以NT选择是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 站在这个区域 看一下女王 哎 破坑了 直接跑 往兵线上面甩了一个飞镳以后直接跑 发条的照明火箭还在往这扔 那这一波团战肯定是要打了 因为肉山马上要上班 哎 肉山要上班了 喂 你们哥几个 哎呦 这 这块看一下 这里是水儿变了紫猫 水儿变了紫猫 丢了一个残鹰过来 然后打上来 给一个公共卖抽 先清理一下召唤生物 对方开视野的一个问题 尸王过来把残鹰给他撞了 发条在侧面 躲开自己的队友 随时准备去出钩 这个时候星辰的这波开悟 哦 没有破道 那么没有破道的话 NT也是一波开悟 这时候开悟一个残鹰 拉住了紫猫 拉住了紫猫 这个紫猫还行 没被秒 但是猴子被贴住了 猴子被沉没 这波直接打死 哎呦 猴子被秒了 这样的话 只杀到对手的一个杀 尸王 但是自己家的大哥猴子被带走 紫猫上来 拉住对手 然后炸的人自爆 秒掉这个水人 漂亮 水人被秒 发条在这溜达 但是炸的人的速度非常的高 对方所有的人全部都被炸死 敌把尸王回车一下 女王这个时候 还在不停利用自己的毒标去消耗 紫猫还是没有能够扛住 发条选择了买活 这里也一根穿云剑 女王还可以再继续往前追 下一个BING的CD马上好 封行一个捆一个平A 直接带走了皮球 但是封行手里面的这个大招 还有十秒钟的CD 而星辰的这些大哥 还有好久 好久 好久才能复活 女王的这个A仗毒标 不会触发 法术抵挡 他不会触发 法术抵挡 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是 对方尸王买活死 交了自己两条命 但是还有水人跟发条这两个人 换掉了星辰四个人 只有敌把尸最终是逃出生间 团队经济被对方拉回来了一些 不过好在还攥着7000的一个领先优势 哦 这边敌把尸可以单杀这个女王 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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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 八条这个钩 齿轮弹 这个齿轮没有弹到 敌把尸再过来往前追 被照明火箭给了一下 那么敌把尸里面应该不敢打了 应该不敢打了 八条这边利用自己的火箭背包 直接飞过来 然后传送门 能怎么样吗 这边打了一个被动晕出来 运气非常的好 晕垂这个时候 管路了 炸的人过来给上一把刺爆 直接带走对方的八条 搞回来一些算是 那么水人目前身上的装备 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大引刀 风行手里已经有了副灵锁 加上大推推 假腿 不及甲壳 身上是一个大勋章 女王手里面励志双刀 BKB加上A杖 这个A杖的女王有了BKB 而且他带了个祭礼城袍 这个刚才水人变成紫猫 这个动作真的是太坏了 他变成紫猫以后 因为他有A杖 所以你放共鸣脉冲的时候 会给对方一个两秒的成果 这个东西刚才是 把星城给坑惨了 MD里边过来打一波魔方 BKB撤出去 那么魔方打完 Zoomel他自己的紫猫 被对方水人A杖 变成的紫猫给坑了 A杖紫猫的共鸣脉冲的 那个沉默实在是太致命了 对于他们来说 因为这两比赛 他们没有人出BKB 所有的人都在出分身组 问题是A杖以后 A杖以后这个技能 他有两个能量点数 你分身第一件开完了以后 如果他专门留点的话 他可以再给你上 女王你这是干嘛去了 BKB开起来 看看不留所捆住 但是狮王直接摆给 这里插出来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水人被打成残血 女王的一个大招 水人波浪形态回来 他没有打到人 而且自己的状态很残 现在紫猫这里 再给一个残验 没有拉住 白给了一个狮王 风行的风部 还差一点 奶酪提前吃 开风部 我们会跑 被对方的紫猫残验拉住 Nice 能替这个团战打的 替这个团战打的呀 这个女王 blink上去 给技能这个操作 这样的话 这张比赛应该是 快要拿下了 对于星辰来说 马上就拿下了 女王 blink上去打仙手 可真的是太溜了 也没有魔精 看这个团也没有魔精 看下马上风行 这波要打算反打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留到人 紫猫过来 留住狮王 狮王这波 钻进了自己的墓碑里边 小鹿的血量有点低 炸的人和小鹿直接被秒 这个时候再给上一个图标 往前跟小鹿被击杀掉了 那么水人变成猴子 再接着往前追的时候 猴子已经被2B的风行 完成了这波击杀 看一下这个死猫 带走了对方的发条 然后再接上一堆的技能 跑到了高兆 被一个副理所捆住 那么对方还在往身上贴 给一个残烟 拉住女王 再给一个太局之镜 女王的下一个 B的CD已经赚好 再一个异化 原地出来 想要反杀2B 能杀掉吗 风行给了个捆 分身躲一下残烟 拉住 强杀对手2B的风行 没有能够成功 还是让他跑了吗 女王过来 一个大招直接爆炸 这一个大招直接爆炸 那么出来以后 再切这个女王 女王一个link 敌法师还在追 女王开启了BKB 那这个招选择是BKBTP 刚才敌法师这个大招 上来太猛了 谁放下敌法师 这个大招力了 直接大女王 把这个水人给秒了 满血的水人 直接被秒了 水人也没想到 满血自己 直接因为女王空血 然后敌法一个大招的秒了 那这样的话 这招打完双方又是打成了一个四欢四 非常惨重的一拨团战 但如果算上之前的买活 整体来说的话 星辰还是赚的 而且敌法师这一拨经济直接是超上来了 最终断掉了对手水人的节奏 没有让他利用这段时间 再继续刷出来自己的下一个装备 女王拿到了永恒一屋 这个东西有点厉害 下一个装备做兵甲 已经破掉了两路 人头数领先六个 经济领先一万七 破掉了对手的两路 大哥位的经济全面领先 死猫出到了 否决卦士 敌法师分身大晕散尸 下一个装备做兵甲 猴子也在出否决 敌法师在下路这关又是秒掉了一个水人 看一下这个水人怎么能秒的 原来直接跳过来一个大晕 晕住了开分身 接驾的人自爆一个大 这倒是干净利了 这倒是干脆利了直接秒了 女王现在的比较丑的一点 其实是她的尸把距离有点清楚 天赋上面选择加了 永恒星 然后发掉这个勾 女王角度迈活 一个大招轰胀来 这个死猫被秒 一百只圣鱼的水灵不多了 但是开的针直接不离开 对方追不上 然后看一下女王现在没有蓝 没有蓝手还在接着往前追 树林里面发现了对方的一个小路 残阴没拉着 她以为对方在跑 但实际上对方是站在原地在TP 预判的位置不对 这样的话逼了水人一个买活出来 但本方交掉了一个子猫 对方这一波的话 没有办法去利用子猫复活之前 去打肉身 也没有马上推出来去进攻 那这样的话星辰安全了 星辰这波安全了 对方并没有出来 出来的话 感觉NT没法打了吧 阿查相当于三个C都起来了 其实NT的三个C也都起来了 他的经济差其实主要是在 猴子这个点上 猴子领先是真的多 但是对方这三个C吧 女王的装备 其实已经可以说是完全成型了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完全成型了 只不过就是他自己的操作 团战他的操作太生硬了 不是 敌法师上来发条勾 救一下子猫 救一手 那么女王直接撤回去 女王并没有死 手上波浪行来上来 秒掉炸弹人 炸弹人被秒以后 那么看一下女王跑了 女王这边选择是直接钻进了墓碑里边 对方找不着人了 第一时间 看一样追一样发条 发条被切死 被切死 炸的人选择买活 发条也可以买 肉身马上复活 40分钟正好是白天 正好是白天 在这个位置 拿这个环境进来 看到了肉身 要过来打一下 这个是A仗肉身 这个A仗给子猫肯定是 这个A仗肯定是给子猫 给子猫的收益是最高最高最高的 没有追一 突然子猫带盾 呃 子猫带盾 然后拿A仗奶酪给到了敌法师 猴子什么都没有 小脸 因为猴子身有龙心分身 林肯 也确实很难杀这个东西 这场比赛暴风雨 这个女王用的 真的问题太严重了 就他从开局兑现 然后到各种技能的释放 呃 犯的错误 说实话有点略多的 真的是有点略多的 那个位置 啊子猫直接上来 女王开BKB 呃BKB直接被打砖了 直接被打砖了 罗拉布丁格往回撤 BKB第一时间被打砖了 看个神准备变谁吧 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破灵斩 可以发条勾一下 打对方敌法师吗 第一时间爆发不够 敌法师吃奶烂 回来了啦 女王又一个空大 哎呦我去 又一个空大 猴子上来开始给输出 直接丢一个长包上来 一堆的幻象 追着女王 女王就赶紧开一个兵家 给一个减速 我自己接着往回跑 那么对方接着回来 去拆你的上路高铁 看看风行 这里一个护灵索 本身解掉 自己被扬了 这个风行 被扬了 直接秒掉 nice 女王过来 再给一个毒凉 但是没有BKB 难道有点削 这个地方 被对方给上沉没以后 又接了一手沉没 冰克 没来不及用 主法师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打完了以后 这里还有一个 被留住的狮王 漂亮 漂亮 恭喜星辰 在双方 BO2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先下一场 这场比赛 星辰赢得蛮精彩的 尤其是几次对方的反扑 很有力的一个反扑 最后都能够成功的去化解掉 把比赛的局势给拉回来 所以说这场比赛 也是赢得相当的不容易 好了 我是藏宝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带来双方BO2的第二场比赛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